我外公他是灭匠嘛 我本身是学设计嘛 又因为自己比较喜欢 到道明拜师学艺了 我有做过包 站着 座椅 靠背 桌子 手镯 耳环 每一根丝 每一个竹片 都是我们自己削出来 我想做的就是说 像画家一样去表达主编 包括我后面做的一些渐变的主编 用竹子去表达海 夕阳 都是在呈现一种意境感 我师父跟我说的最多的 就是要创新 一定要打破传统 去突破自己 我希望是我的一个作品 能够区别于传统竹编 让更多的人知道 道明竹编